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第三次当上了尼泊尔的总理 这位老共产党员就是普拉昌达 他所领导的政党 名字就叫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 谈到自己和中国的渊源 普拉昌达曾经这样说 毛泽东是尼共毛区别于尼泊尔其他所有政党 包括其他共产党最根本的地方 但在尼泊尔 共产党也不是一个 有尼共毛还有尼共联合马列 根据12月25日达成的协议 七党联盟获得尼泊尔执政地位 总理五年任期 普拉昌达先出任总理 2025年卸任 然后由尼共联合马列主席奥利 再出任总理 算起来 自2008年5月废除君主制以来 尼泊尔已经历了十次政府更迭 其中普拉昌达没开三度 上演了政坛帽子戏法 很有意思的是 这一次他宣誓就职的时间是12月26日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现年68岁的普拉昌达 毫无疑问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他的原名是帕苏巴卡迈尔达哈尔 普拉昌达其实是一个化名 普拉昌达有多种翻译 如愤怒之火 凶猛的人 勇者等 但他自己认为 普拉昌达不是愤怒 包含着对自己的信仰 思想和祖国的执着情感 但他有一段时间 确实很愤怒 普拉昌达出身于最高种姓的婆罗门 但父母都是贫农 由于家境太过贫穷 他9岁才上小学 后来担任了一所小学的代课老师 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对阶级剥削的愤怒 促使普拉昌达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他一度带领支持者走入深山 开展游击斗争 从农村包围城市 最初他只有几百人 但不断发展壮大 最终控制了尼泊尔的相当部分地区 他逃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和暗杀 他曾对记者半开玩笑说 我们的情报系统不断收到消息 说统治阶级为我量身定做了多套暗杀计划 尼泊尔是一个穷国 内战更导致民不聊生 经过长期艰苦的谈判 2006年11月 当时的尼泊尔首相科伊拉拉和普拉昌达 在和平协议上签字 尼泊尔11年内战走向终结 2008年 普拉昌达成为尼泊尔废除君主治后的首任总理 2016年 他再度出任总理 政治风云变换 2018年 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 曾合并为一个尼泊尔共产党 两派领袖奥利和普拉昌达出任双主席 但最后 两派又分到扬镳 两派的分裂让大会党成为尼泊尔第一大党 为夺回政权 2022年 普拉昌达和奥利又走到了一起 目前三大党的议会席位 大会党89席 尼共联合马列七八席 尼共毛三二席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 普拉昌达其实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 革命战争时期就不说了 他第一次出任尼泊尔总理后 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 2008年 他专程来北京出席了奥运开幕式 进入新时代后 中国最高领导人 第一个会见的南亚国家政党领导人 就是普拉昌达 尽管他当时已经下野 执政之初 事情千头万绪 但中国领导人专门拨时间会见一个 邻国的已经下台的政党领袖 这是相当罕见的 这也说明了他对普拉昌达的特别看重 那次会见也被认为是普拉昌达 最山穷水尽的时候 一则提高了普拉昌达在国内的威望和影响力 二则据说也打消了这位游击战领袖 再次上山打游击的打算 对中国来说 不管尼泊尔是共产党执政 还是非共产党执政 也不管是哪一个共产党执政 别折腾再发生内战了 安居乐业 发展经济 这既是尼泊尔人民的希望 也是作为友好邻国的中国所乐见 据说正是在那次会议上 激动的普拉昌达就提出了修建中尼铁路的愿望 中方也积极予以了回应 今年3月 王毅到访加德满都也与普拉昌达举行会谈 虽然还是在野党领袖 但普拉昌达明确 尼方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 从事损害中国的活动 这一立场从未动摇 也绝不会动摇 王毅也说了很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中方同样支持尼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 愿同尼方一道 维护中尼友好和地区和平大局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 对华友好是尼泊尔超越党派的共识 并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 普拉昌达是这样 奥利是这样 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 很简单 尼泊尔有两大邻国 一个是印度 一个是中国 从文化上看 尼泊尔与印度关系密切 但印度和尼泊尔的领土纠纷 印度对尼泊尔的大国沙文主义 也让尼泊尔非常反感 反正隔一段时间 两国之间总会爆发一些危机 记得有一年 印度全力封杀尼泊尔燃油供应 导致尼全国陷入混乱 汽车无法上街 所有城市和乡村三天两头停电 当时的尼泊尔奥利政府 别无他法 紧急求助中国 很够义气的中国 运游车队翻越喜马拉雅山脉 帮助尼泊尔渡过了难关 当然 尼泊尔也很注意平衡 2016年 印度总统到访前夕 尼泊尔政府干脆宣布 中印国家元首到访尼泊尔 全国都放假一天 印度人却多少有些别扭 现在来访问的是我们 中国领导人来 还不知什么时候 你却提前预告都放假一天 但这却是尼泊尔的外交平衡艺术 加在两个大国之间 一切小心翼翼 很有意思的是 打了十多年游击战的普拉昌达 曾经的革命目标之一就是打倒印度霸权 但上台执政后用印度媒体的话说 两位尼泊尔共产党总理 奥利更注重对华友好 但普拉昌达似乎更加亲印 这是很有意思的国际政治 谈点简单三点看法 第一普拉昌达担子不轻 很简单 尼泊尔政坛动荡背后 是民众对现状的强烈不满 通胀再加剧 经济很不景气 银行贷款利率达到了18% 尼泊尔人希望发展 希望稳定 希望繁荣 曾经打天下的普拉昌达 面临着治天下的难题 后者可能比前者更难 更考验他的治国理政水平 第二外交要坚持平等的观念 印度之所以时常与尼泊尔交物 就在于印度难以掩饰的霸权做法 引起了尼泊尔的强烈反感 尼泊尔亲近中国 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援助 印度援助也不少 中国对尼泊尔的尊重是重要原因 印度的教训 我们其实也要吸取 我们的经验则要继续发扬 第三 中国的软实力有长足进步 不管是又上台的普拉昌达 还是过两年又上台的奥利 不管是老共产党员 还是以前的尼泊尔王室 都对中国持积极友好的态度 我总觉得 这也是中国软实力增强的体现 一个强大繁荣 自信而又尊重邻国的中国 必然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 在古代形容中央王朝繁盛 往往用六个字 近者月 远者来 近月远来对中国是好事 对邻国也是幸事 还是希望老共产党员的普拉昌达 第三次执政顺利 因为印度的缘故 更希望尼泊尔这个邻国 独立自主 维护尊严 繁荣昌盛 这需要定位于 第四次执政顺利